六元与男友同游 恋情曝光去年12月自认单身 喜欢男生孟荣心 六元与男友同游 六元恋情曝光 3月6日晚 六元被曝出与一神秘男子 共同出游的视频片段 视频中六元与该男子十分亲密 两人现身韩国逛街 一起购物 吃饭 当天六元戴黑色帽子和口罩 一身休闲 背着双肩包 打扮十分低调 这名男子则是身材高大 穿棉衣和灰色运动裤 也背着双肩包 两人见面后就由男子拖着行列箱 一同走出机场坐车离去 随后两人到达江南去的一处公寓 六元和男友 眼尖的网友发现这名男子 与早前曝光的从事金融工作的男子相貌一样 看来柳妍与男友的恋情已经维持了一年 据悉 去年风行工作室摄影师就曾拍到过柳妍与男友甜蜜相约 甚至还去挑了婚纱 据风行工作室报道 该神秘男子身价不菲 家俊富裕 大批网友送上祝福 也有网友呼吁柳妍早日认爱 柳妍与富二代男友 同友恋情意曝光柳妍与富二代男友 同友恋情仪式曝光了 拍到柳妍和一神秘男子吃饭逛街 还时不时牵手搂肩 关系相当亲密 该男子已死于此前曝光了柳妍与神秘富二代男友为同一人 柳妍与恋情就此被坐视 网友议论纷纷 性感女神柳妍近年在电影、电视剧、综艺主持、网络直播等领域 齐头并进 出镜刷脸频率不是一般的高 柳妍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 也有了新收获 去年就曾 拍到与这位男子甜蜜相约买菜 甚至低调去特婚纱 两人一同进进出出柳妍归访 近日 全明星探赞微博曝光了一段柳妍与某男子 出游韩国的视频 仪式坐视恋情 柳妍与富二代男友同游 众所周知 柳妍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不一般 她是一个性感、成熟、却情商很高的女孩 她漂亮 但是也很端庄 柳妍是光线传媒的股东之一 现在已经成为了光线传媒的一姐 也是影视圈的大明星 深 价很高 这个像妹子 成她出道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她不同的人生 柳妍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 又有谁知道她背后 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尽管柳妍很红 在娱乐圈的地位也很高 但是有一件事情 却让粉丝们感到疑惑 柳妍今年已经36岁了 却还是依旧保持着单身 这是为什么呢 要说追求者 那一定不会少 柳妍独特的女性魅力 让很多人都爱慕不已 身边绝对少不了名门望族 但 是柳妍却一直保持着单身 而且也一直没有与娱乐圈 某位男性走得很近 可谓是一点绯闻都没有 最近 柳妍又爆出了好消息 柳妍与神秘男友 在韩国一同游玩的照片 大家仔细看看 不难发现 该男子就是去年 曾爆出的柳妍绯闻男友 看来两人的恋情比较稳定 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了 看来好事将近了 爱情就像龙卷风 明星们的恋情 总是像坐着火箭一样 柳妍的飞闻男友 升价可 是不一般呢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家境比较富裕 从事金融行业 从两人游玩照片来看 两人恋情做事 牵手 搂肩 慢动作 借着致电柳妍经纪人 对方连续挂顿电话 为得到回应 早先 柳妍接受装访时 表示自己有十足把握 才会开始一段恋情 并表示希望另一半 外形是帅的 最好有健身的习惯 身材棒棒的 柳妍与男友同友 两人多次被拍到 恩爱同框核心提示 柳妍与男友同友 两人多次被拍到 恩爱同框 昨天 3月6日 下午 全明星探载微博 曝光了一段 柳妍与某男子 出游韩国的视频 视频中 柳妍与该男子 牵手逛街 亲密无见 柳妍与男友同友 两人多次被拍到 恩爱同框 昨天 3月6日 下午 全明星探载微博 曝光了一段 柳妍与某男子 出游韩国的视频 视频中 柳妍与该男子牵手逛街 亲密无见 有媒体猜测 该男子已死于此前 曝光了柳妍神秘 父二代男友为同一人 柳妍与恋情就此被坐视 网友议论纷纷 柳妍与男友同友 对此 腾信娱乐 绝对时 老板 柳妍与柳男,柳妍与柳 梳妍与某男子出游的视频 视频中 柳妍与该男子一同出入某公寓 还曾牵手摟肩 逛街购物 看上去十分甜蜜 一时间关于该男女神六言恋情 猜测再度渗色沉上 全明星汉曝光了一段 六言与某男子出游的视频 视频中 六言与该男子一同出入某公寓 还曾牵手摟肩 逛街购物 看上去十分甜蜜 一时间关于该男女神六言恋情的猜测 再度渗色沉上 六言与男友同游 其实 早在2015年和2016年 就有媒体曾多次默读六言与神秘男子恩爱同框 两人甚至还被拍到一同逛婚纱店 被外界认为好事将近 但对此六言方面却一直保持沉默 我就会购买